继中正预校之后 又有军校爆发了A流群聚 为在高雄的陆军官校 6月16号将会举办校庆 联合空军官校进行操演 从上个星期四开始集训 没有想到这期间 先是有空军的学生出现了发烧咳嗽的症状 经过快筛 累计有24个人感染了A型流感 后来就连陆军官校的学生 也陆续有15个人跟着染疫 就家长投诉了 学校在第一时间竟然没有公布疫情 毫无作为 不过对此校方也澄清 一切依照防疫规定 也确实有向卫生局通报 位于高雄的陆军官校 原本学生为了这周五的校庆 联合空军正在加紧脚步集训 没想到现在却传出校园里 爆发A流群聚感染 本校目前确诊的人数为15元 那都已经返家休养 那有关密接人员 目前提供隔离的场所 据了解 100多名空军官校学生 从上礼拜四开始 就来到陆军官校集训 却陆续有人出现发烧 咳嗽等症状 目前已经累计24人感染A流 先暂停集训 而6月11号收假 也陆续有多名陆军学生确诊 就有家长投诉 校方没有及时公开讯息 做出应对措施导致感染扩大 采取了分舱分流 还有环境的消毒 那也要求学生全程佩戴口罩 也做这个用餐的区隔 使密接人员在管制期间 不会跟健康者来混杂一起 校方澄清都有做出防疫处置 卫生局也说明两校都依照规定通报 出现症状的学生都属于轻症 目前校庆决定照常举办 而这也是既中正御校后 又有军校爆发群聚 后续将持续追踪 密切接触者避免感染扩大 第九旋登明高雄参报导 一场车祸导致区域大停电 周一深夜一辆客运公车 行进南投普里台十四线 一次驾驶服用感冒药试睡 再加上天雨入滑 不但是失控擦撞路边水移护栏 还撞坏了台电的变压器 造成了周边大停电 突然没电 出门查看 竟然有一辆客运倾斜水沟 造成附近住户大停电 看到一台客运 那个倾斜在那个水沟那里 我就想说他装到那个电箱 这么一撞影响实在太久 周遭五十四户 从深夜到白天都还没复电 不但热到睡不着 更担心冰箱里头的食物会坏掉 这融化了 超过十二个小时 电力都还没来 最亏祸首就是这辆客运 十二号深夜十一点多 行津南投普里台十四线中坛公路 南村路断食 疑似驾驶服用感冒药试睡 加上天雨路滑失控擦撞护栏 还撞坏台电变压器 直到隔天早上九点多 才吊挂排除现场 抢修电力设施 这么一撞停电将近十七个小时 索性当时车内 只有一名驾驶轻微擦伤 客运业者表示 针对车辆电力设施受损 将由保险公司处理 也会对驾驶的过失进行检讨 详细赵泽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接着中路车南投报道 屏东降雨也是相当有感 往返东港小琉球的交通船 旅客搭船像是在搭海盗船一般 小琉球还出现了雨瀑布 海上一度出现了救生阀 幸好是湿惊一场 而另外在墾丁地区 浪高超过两米 沙滩插红旗 静止下水 大浪一波又一波 船身上下摇晃 船舱里游客近乎声不断 海上航行像在搭海盗船 有人觉得刺激 但实在晃啊 也有游客受不了晃到晕船 头靠着椅背挺过去 搭船的状况风浪算蛮大的 还有客人有吐的 树枝流封面影响 小琉球甚至出现雨瀑布 大雨轰炸 向瀑布从天而降 壮观震撼 外海则是出现一颗救生阀 我要先让我觉得救生阀 橘色充气救生阀海上飘 民众的薪金是谁需要 紧急救援 巡防艇赶到确认里头没人 追逐着救生阀 是交通客船遗落 请业者后续领回 虚惊一场 墾丁海域则是让高超过 两公尺沙滩插红旗 沙滩上插起三面红旗 禁止游泳潜水 以及水浪摩托车 天气解渴 但雨一来又急又猛 民众不能轻哭 记者苏世伟屏东报导 不当使用邮据导致脚被夹伤 有一名家长带着10岁的儿子 到云林的金瓜鼠肋人玩 却被邮据夹断了左脚禁骨 家长很生气 质疑公所没有设置警告看板 不过对此公所也解释了 现场有设置告示 不能够做出危险动作 而且掉约了监视物影器发现 是小朋友不断的剧烈摇晃 才会受伤 男童躺在病床 左脚包着厚厚绷带 因为他在公园玩这个踏街装置邮具 脚不小心掉进去中间的洞 导致颈骨被夹断 颈骨整个骨疹 医生说需要打骨钉下去 因为脚不回来 弄好可能要两个多月吧 他那时候不是这样走 四个人这样剧烈的摇晃 但是现场没有家长来指导他说 这样是不错的 事发在这个月2号晚上8点多 云林的金瓜鼠乐园 有四名小朋友站在四个角落 类似以海盗船的方式 左右剧烈摇晃踏板 其中十岁的男童没站稳 结果跌倒脚被夹断 家长认为这个邮具具有潜在危险性 那个邮具并没有任何的告示 很疑惑他到底说 那小朋友是危险动作 现场都设有告示牌 不是今天才设 原本就设置在那里了 而且我们公所的 这些儿童游戏区跟公园 都已经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而且还在投保期间 告示牌上清楚写下 正确使用邮具 踏稳步伐后再行走 小朋友确实也有受伤 而公所也表示愿意负责 只不过小朋友年纪小 可能不懂怎么使用邮具 为了避免意外风险 最好还是要有家长 在一旁陪同 只有郭正义原来报道 高雄有一台小货车 日前排队下台88线交流道 结果就遭人检举违规使用路肩 结果是被罚了4000元 消息一出啊 开罚之后的上班日 民众全部都改在主线上排队 却造成了大回堵 将近5公里 快速道路俨然变成了 大型停车场 甚至还有驾驶募集 警车也曾经压路肩行驶 说是快速道路 却快变大型停车场 车辆归宿前进 驾驶越开越气 一路塞还一度需要停下来 直到过了交流道前方突然海阔天空 驾驶们把矛头指向路肩排队会被罚 就是这张罚单 有驾驶日前开在台88快速道路 排队下扎道却被检举违规使用路肩 一张罚单要4000元 消息曝光没驾驶敢扣诱 但在主线上排好排满意外变回堵 甚至塞了将近5公里墙 变另一种名愿 好几年来大家都是这样拍 道路要再修正一下 快速道路都是很容易有出车祸的状况 无法及时救援 也有民众拍到警车下交流道 一样路肩排队 认为这是默契 往右靠让出主线 方便其他车辆通行 但为何一般人比照办理却收罚单 由远景来控灯疏导 如果符合撤销要见者 会主动喊请裁决单位来撤销 台88交流道 车流量大但道路过窄 一张罚单让交通困境浮出台面 警方松口也拟撤单 先导入动态耗置控制 弹性调整红绿灯时间长度 也会参考国道适度开放路间通行 疏解车流 接着陈明君 徐轩荣 高雄报导 北山公 bringing 决定上路 Massimo 北山公司 徐车灯